大陸的照相也有类似的讲法 他们是说西瓜甜不替人 甜 那这时候小文字的味道就灿烂了 那这个也是一种不只是有文字的问题 而是文化差异 导致我们在摄影的时候使用的词汇也会不一样 那同学们在使用上 如果不方说我写完一个英文字或者英文句子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合乎英文的逻辑的 有没有什么样的网站我们可以查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工具我们可以借助的 是 张老师提到的这个避免中式英文的方法 我个人觉得就是去了解它的搭配词 从它搭配词的前后 目前我们有很多搭配词的词点 也有很多线上的网站 包括我们国内清华大学自在联系 上开发出来很多可以线上检索的软品 比如叫Tango 比如说Collocation Checker 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去检索看看 那你对哪一个词汇有意义 就是去检索看看那个搭配的是不是正确的英文 OK 谢谢大家